现在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都是要看一下参数表和配置表来了解一个产品 在买车的时候配置表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消费者在4S店就会选择一些配置好的车来试驾 这也让配置一般的车辆很少有人想要试驾 但是参数配置表真的就那么的靠谱吗 在配置表上有四个假数据 在试驾前不要轻易相信 参数配置表只是一个参考 上面的数据不是完全准确的 比如油耗 自己开车的油耗是不可能和配置表上写的一致的 这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驾驶环境路况的不同 会导致不同的油耗 第二点就是轴距 根据一辆车子的轴距来判断车子内部的座椅空间是不准的 轴距只能代表前后轴的距离 是没办法用来判断一个车子的内部空间的 第三点在引擎上 这只汽车的心脏是很多人都很在意的一个重要部件 关于引擎的最大扭矩和转速马力 这些数值呢也是一个参考的值 我们普通的用户根本没有能力 去验证策势是否准确 当然这几个参数也会因为每个发动机的差距 存在一些误差也是正常的 最后一点就是刹车距离 百光里刹车距离也被标上配置表 但是这个数据也是一个参考而已 实际的刹车距离要根据多种因素来看 比如路面状况如何 刹车片磨损程度 风度刹车力度等都会影响实际的刹车距离 总结来看 这些被称为四个假数据的不是真的假 只是这些数据会因为实际情况而出现误差值 当然除了这些配置 其他的死配置要是和配置表不一样 就该和4S店谈谈了 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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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